原产于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黄金果 十多年前经过马来西亚人引入台湾种植成功 目前全台湾的栽种面积只有20公顷 市面上还很少见 成熟的黄金果外皮是相当的鲜黄亮丽 融合了世家柿子芒果和蜂蜜的多重口感 不过因为它果肉焦嫩很容易氧化变质 所以切开之后就要赶快吃 被称作果中格格 金黄圆润的黄金果 刚从果树上采摘下来 有着半透明果冻般的果肉干香清甜 由于很容易氧化变质 采摘后只能保存四到五贴 所以有着果中格格的称呼 它的口感类似四家 也有像红柿 吃起来绵绵的嫩嫩的 在挖的时候有黏液感 然后吃起来总会有黏黏的感觉 然后还蛮那种感觉还蛮奇特的 然后吃起来有果冻的感觉 在夏天的时候它很容易过手 所以我们在选过黄金果的时候 要特别的注意里面 是不是里面果肉很平均 是不是颜色有变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口感 这个刚从国外引荐的黄金果 果粒小 产量少 市场不容易看见 经过南投农民增文证价接后 风味不变 果粒变得圆润硕大 民众接受度高 不过黄金果容易遭虫害 刚结果就要包上套袋 经过嫁接后的黄金果 一年四季都有产 每颗可生产100多公斤以上 冷藏后的黄金果清凉香甜 风味更佳 不过黄金果很焦嫩容易变味 切开最好尽快食用 新唐亚太电视陈翰昌孔祥威 台湾南投报导